新闻最后要来看的是 该市健康博会的冰冷宅 暗中的保障杯酒的案件 健康表示表明是经营冰冷宅 但是在店的后面 竟然护设到保障 这还会有个人的入住 淡沙来杯酒 并以水果消毒 用头顶水果名来作为灰灭 以拍到健康的对照 家议市北京派市所将 家议市一间冰冷宅 暗中春市 是有保障提供入住 淡沙杯酒行为 市场请搜索票查查 记得先的安排 今晚叫买冰冷 政府这些人习出来 以后通风报信 当今晚突破一站一站的观察 查到负水报上来 查到三名外来一路煮 账汤衫到十五人家喝酒 为了避免在通风报信 能够查得到 所以我们先由同仁 伪装是当成要购买 香烟冰冷的客人 把老板娘引到冰冷宅前来 等他到冰冷宅前来 我们表示身份以后 我们其他的同仁就一几二 就冲到那个开门 冲过到包厢外 把当场在偷衣 正在偷衣 还在来不及穿衣服的女子 查获到 那我们也为了 我们在我们查证以后 他们是为了怕警方的查气 规避警方的查气 所以用水果的名称来做掩护 还有就用檳榔摊 来做掩护 健康查考 修正会命名 策定上官不正 并且将有关采贡金 以及采贡风海 风化罪行 以上金班 新闻 文聪明董 家伟七 彩虹 伯东